欢迎来到交易研究院 本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帮用户开发的网络算法策略 网格算法V2旨在优化横盘市场条件下的回报 该网格算法V2提供更清晰、更全面的现代化的进场方式 与典型的网格算法不同 此版本应用反马丁格尔模型来缓解不动并优化平均入场价格 如果你对本次影片内容感兴趣 你只要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 欢迎来到交易研究院 本期将推荐指在优化横盘市场的网格算法V2策略 该策略是用于外汇、股市、期货、贵金属、加密货币 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运行商品 我将在TradingView上进行演示 指标的连结在下方的说明中列出 我们将策略的基本组成 进行简单认识一下 网格算法V2指在优化横盘市场条件下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 算法在网格的每个层级上划分多头订单的购买 与典型的网格算法不同 此版本应用反马丁格尔模型来缓解波动 并优化平均入场的价格 从下层开始 后续每层增加采购数量 直到达到上层 第一笔订单的初始数量固定为初始资本的0.5% 对于每个新订单 初始数量乘以等于当前网格级别的值 其中一是较低级别 十是较高级别 范例 假设我们的初始资本为1万美元 第一级别订单的初始资本为50美元 乘以级别1等于50美元 第四级别订单的初始资本为50美元 乘以级别4等于200美元 依此类推 直到达到上限 第十级别订单的初始资本为50美元 乘以级别10等于500美元 所有先前开立的订单均使用 基于100分比的止损和止盈关闭 止损和止盈基于网格的集资计算 使用者的目标是在缺乏趋势的市场中 使用此策略 在确定资产倾向于移动的价格范围后 使用者可以选择透过将 其实价格置于范围的中心来建立网格 我们在技术指标栏位搜索该指标 在策略启动之前 我们需要选择我们的其实价格 这里我们随便选择一个位置 点击之后就会显示策略的确认参数 策略的其实价格 如果感觉有误差 可以进行修改 止损的百分比 惠例的百分比 网格等级使用算数方法计算 可新增和减去可配置的固定金额 范例 假设选择1000作为其实价格 选择50作为网格粉丝 上层水准为1000 1050 1100 1150 下层水准为950 900 850 800 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对美元 在15分钟周期的盈利结果 盈利为4% 胜利为83% 盈利因子3.55 当然你也可以去更改止损 获利以及层级分布 例如我们把层级分布从300改为800 我们会发现网格分布增大 而且翠略的获利效果更好了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演示另外一个币种 方便大家理解 这是在加密货币以太币对美元 回测周期15分钟 我们在技术指标栏位搜索该指标 选择价格至于范围的中心来建立网格 修改层级分布 我们修改为30 加在中 盈利为4% 胜率为100% 最大交易亏损为3% 交易机会只有46次 使用此策略来搜寻可以产生比买入持有回报更好的表现币种 策略连结我会分享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 最后分享给大家一个最好用的自动交易软体 Tuffbox 7×24小时自动交易零延迟 秒下单 如果你有想回测的策略 或是好用的指标 可以在下方留言处留言 就是这样 我希望您从这个视频中学到一些东西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并喜欢它 以支持我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